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 唐玄宗得之后 为何不敢阻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公元751年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年仅32岁的杨玉桓 跟了一个比自己大16岁的干儿子 他就是十年48岁的安禄山 这个令人一笑大方的奇闻 居然还得到唐玄宗的认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杨贵妃煞有介事的在大厅广众之下 为自己的干儿子安禄山洗三 作为古代的一种沐浴仪式 洗三有为新生儿起伏的寓意 那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荒唐行为 究竟闹的是哪一出呢 安禄山原名亚洛山 出身于西域康居国 作为一个胡人性格好勇斗狠 丧父后随母亲投奔突厥足 在寄人离下的日子里 他学会了察言观色阿谀奉承 这也为他后来发迹埋下了伏笔 母亲阿史德氏在家安禄眼之后 亚洛山改名为安禄山 自幼混迹于西域各国 通晓六国语言 为人轨迹多端 为了生存 安禄山做过牙狼 还干过寄名狗盗之事 十九岁那年因为偷羊 被幽州截度使张首归切获 就在即将被处决之时 安禄山灵机一动 高喊大丈夫志在灭藩 岂能死于棍棒之下 张首归动了侧隐之心 不仅赦免了他的罪行 还准许他和同乡史思明 共同负责缉拿俘虏 要说安禄山的确有过人之处 再加上他善于溜须拍马 很快便从大头兵升为了偏将 后来又被张首归受为一子 这次踏上了一条 通往全力顶峰之路 但对于大唐王朝而言 却按下了由胜转率的倒计时 杨贵妃为何会认安禄山为干儿子 为何唐玄宗还任由他们胡闹 公元740年 安禄山认平庐兵马使 为了能继续加官进决 他开始将目光描向大唐权力中书 为此经常用厚礼贿赂朝廷官员 这些官员也投桃报礼 经常在玄宗面前为他说好话 两年后 安禄山荣升代理平庐节度使 终于获得了继身于庙堂的机会 在唐玄宗的眼中 安禄山不仅是一员 骁勇善战的猛将 更是一个人见人夸的胡宝 在安禄山平步青云之时 他的义父张首归共不可没 正因为有了他的推荐 才让唐玄宗对安禄山宠信有加 公元744年 在唐玄宗的授意下 安禄山接体裴宽 任泛阳节度 成为了雄霸一方的封将大力 六年后已经位及人臣的安禄山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决定上演一出 任母大戏 公元751年48岁的安禄山 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要认32岁的杨贵妃为干娘 很快他便找到一个机会 身兼三阵节度使的安禄山 被赐封为东平郡王之后 他决定以谢恩的名义前往长安 在玄宗皇帝和杨贵妃 为安禄山精心准备的接风宴上 居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九过三旬菜骨五味之后 安禄山突然跪在地上 声泪俱下的开始讲述悲惨的童年遭遇 幼年丧妇少年丧母 从未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玄宗皇帝和贵妃娘娘 带自己犹如再生爹娘 遂斗胆请求认贵妃为干娘 在唐玄宗的默许下 安禄山如愿以偿 既然杨贵妃是他的干娘 李隆基自然就成为了他的干爹 安禄山真不愧是古今认亲第一认他 可当杨贵妃为安禄山洗衫 为何唐玄宗也不阻止 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 唐玄宗不阻止的理由是 外表憨厚实则精明的安禄山 作为唐玄宗信得过的宠臣和干儿子 自然没必要往歪出向 另外在杨贵妃37年的短暂人生中 即使集三千宠爱于一身 也从未生育过孩子 唐玄宗为了弥补他的遗憾 对安禄山这个干儿子是默许态度 还有就是安禄山情商极高 他每次入宫都会先给干娘请安 然后再去拜业干爹 在唐玄宗的心目中 他是一个懂得礼数和孝道的好儿子 安禄山虽然身材肥瘦 但却是一个舞技超群的弧弦舞高手 在为唐玄宗跳弧弦舞时 他的舞犹如疾风一般 深得唐玄宗的欢心 基于欣赏和亲情的双重加持 当杨贵妃为干儿子安禄山洗澡的时候 唐玄宗非但没有阻止 还喜笑颜开的送上洗钱 俨然一副三口之家的温馨画面 如果深挖背后隐藏的秘密 不难发现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眼中 安禄山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他们只是单纯的将安禄山当作取乐的工具 不过这件事情却非常霸人深情 表面上看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戏弄安禄山 说不知他们才是真正的小丑 而板珠吃虎的安禄山 最终成为了店府唐朝的垂号人